第二 承受细节的数量 一般说 撒谎的人 承受的时候比不撒谎的人 说真话的人 比说假话的人 他会承受更多的细节 他讲的是真话 他可能讲起话来就比较啰嗦 讲的细节就很多 证言越继续 越有细节 那么证言的真实性就越高 第三 插入的情境 证人承受证言的时候 插入的情境越多 比如说这个事情发生多长时间 发生对机体事件的描述越多 描述的时间地点越继续 那么这个证言的真实性就越高 第四是指交互内容的描述 交互内容的描述 当证人对承受内容设计到几个人的时候 如果设计人际交互活动的内容描述较多 那么真实性也比较高 比如说了一些 这里挤了个例子讲 我要走了 但他不高兴 我就开始扑了 这些细节或者这些 这些在事件的发生过程中 人与人家互动的情境的描述越多 那么证言的真实度可能就越高 第五来内容的重复 真实的证言会有不断的重复 能够阻止地回起自己在行文中已经承受的内容 而提供伪证的证人 往往不然自发地重复先前承受的内容 这个也是显然的 他这个谎言往往是稀构的 他承受的也多 他就承受了他害怕自己讲的前后不一致 那么所以他讲起来就比较简练 而讲真话的呢 他不担心自己会参邦 所以他有可能会 讲话就显得比较重复比较啰嗦 这恰恰暴露 前面都是讲假话后面讲真话了 第六 在评估证言真实性的时候 一个不形成的细节 也是需要加以关注的 做伪证的证人 对自己成熟的内容 都会经过事先的打算以规划 他们甚至想好了一套 该怎么讲 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 所以内容对一般比较合理 但是呢 反过来讲 陈志忠有些细节有点古怪 如果说一个人陈志证词 他细节有点古怪 可是呢 他并不一定不是真实的存在 并不是不合理的 不现实的 那么这样的证据呢 证词可能更具有真实性 讲假话的人 他不敢随意地讲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都是先编造好的一段话 不敢随意地去添加 第七 自发的矫正 提供真实证言的证人 会无意识地接受 先前错误的描述 并自发地修正 先前的描述 而做伪证的人 显然谨慎 那么也就是说 讲假话的人呢 他不会随便地去纠正 自己严先提供的讲法 而提供真实的 这个案情的人呢 讲真话的人呢 他如果觉得先前讲错了 他会愿意去纠正的 就这个意思 第八 接纳记忆的切发 提供真实证言的证人 当发现自己 可能没有记住一些细节的时候 就会自发地接受 自己没有记住的一些关键细节 而做伪证者 这不轻易接纳外部的信息 这也是他们的区别 那么这些方面呢 这个 我觉得在现实的司法实验当中 还是很好用的 当然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 要谈到一点了 谈到 现在这司法机关了 也有人开始在做 在我国 西方一些国家早就有 用这个测谎仪 来测 这个嫌疑人是不是说假话 或者是甚至可用来 争辩 正能证识 是不是提供的是谎言 提供的是谎言 当然 现在对于这个测谎技术的应用 证据向法庭提交 提交给法庭 只能作为你在判案或者断过程当中的参考 当中的参考 当中测谎的技术呢 跟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法官对于证人证员力 证据的评估力 这个还不是一样 测谎 它是用仪器 刚才测谎 现在测谎的技术也在进步 有外周神经的测谎 这种 比如用这个 利用你的皮电 用这种 外周神经的反应 用皮电 作为一个指标 来检查你是不是测谎 现在也用脑电 用脑电 就事件相关电位 来 见别你是不是测谎 这种今天我们这里就不讲 这些刚才讲到的 这种评估技术 其实这西方的一些国家 都在使用的 当然谈到这个 对证员的识别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专家的证员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案件当中 对于这个政能提供的证员 或者对一些政绩的真伪度 可信度 采纳不采纳 搞不清楚 法庭的可能会找一些专家 来做鉴定 这个其实在事发事件当中 有的是比如说 这个精神病的鉴定 这是指这个法医 有的时候 这西方也要找心理学专家 来鉴定 他的证员的真确度 这个也是一种 让法官啊 或者让陪众团成员 对案情做出裁定的 这么一个 具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这节目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来分析一下 在现实当中 为什么常常会出现 这个 这个 阴和错案的情况 这个问题在目前 我国的社会当中啊 已经引起比较大的 大的关注 我想随着我们国家 这个法治社会的 这个 不断的建前 法治社会建设 不断的建前 加速 那么对于这个 司法过程当中 阴错案的关注 会越来越大的 所以这也对这个 司法人员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 最近这个已经 暴露出来的 一些陈年老案 判处死刑之后 发现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并不是 被判处死刑人所做的 现在就得到了纠正 那么就引起 你们的反思 为什么会产生 阴案和错案 当然一般的人想的 阴案和错案 很多人都会想到 是不是贪张忘华 是不是 是不是里面有猫腻 有炸 那实际上我们撇开 这个问题不说 从最近披露出来 几个案件看 我们都没有发现说 是当时的 比如说破案的公安机关 或者说检查机关 或者说审案的法院 他们都明显的有 有这种刑事舞弊 接受当时人类 贿赂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 当然一不排除 各别当时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是 在没有形式舞弊的情况下 并不是故意的 拉人钱财 给人消灾的 这种贪账忘法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会出现 阴案和错案 其实社会心理学的 有关的理论 可以在当中 做一定的解释 现在我就讲讲 这方面的内容 这里面提到 信号检测理论 对于防止形势 阴错案件的启示 那么我们通常都认为 一个好的法官 当了这个阴案出案 最后的裁定 在我们国家 是由法官做出来的 我们都觉得 一个好的法官 他应该是 应该是德才兼备 这是我们按照 中国特色的这个讲法 所谓德 他就是应该 中意党的事业 要有公正心 要忠于人民 要公平公正 他们拿着法律之鉴 就像是要有 要有天平一样的 心事要放在中间的 这是第一 第二来他们应该有财 财就是所谓的法律修养 他应该懂得法 有了法之后 他能够依据法律 依据法律 整确的做出裁定 做出有罪无罪判阶 能够做出一个 量刑的判阶等等 那么实际上呢 在现实当中 从我们社会心理学 心理学的角度看 并不是这么简单 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心理学当中 有种理论 叫做信号检测理论 可以用来 对现实的司法当中 产生的一案和错案 做出一定的解释 是不是一个法官 他只要有公正心 他只要有 良好的法律修养 就可以百分之百保证 他对每一期案件 都能公正的做出审理呢 没有这么简单 信号觉察论啊 是心理学一种理论 他提出了一个 很简单 看似很简单 它实际上又是很深刻的道理 我们在现实当中 要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这个我们通常都认为 比如我看一个东西 眼前一个东西 看得准不准 我们应该依靠我们的视力好不好 我眼睛好不好 如果我视力很好 我是个千里眼 我是个顺风儿 那么我能准确地看清 眼前的事情的细微摸接 看得很准 我要听得很真 这是 这是讲的一个条件 但是 我们想想看 我们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在现实当中 我们犯的错误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这个事情是有的 我们没把它看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漏报 成统的过期 当然现在有新的仪器变化了 成统的时候 过期雷达兵 看雷达 雷达屏幕 它无非是目的就是要 它准确地 把雷达屏幕上出现的 敌机的信号 把它搜索出来 及时报告 它会犯什么错误呢 一个就是漏报了 就敌机的信号来了 它没报出来 漏掉了 第二个是错报 所谓错报就是 雷达屏幕上出现的噪音 也就是出现的干扰的信号 它误认为是 它误认为是敌机的信号 把它爆出来了 所以产生了错报和漏报 这两种错误 那现实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个事情 看着眼了 没有这个事情 你说是有这个事情 那就是错报了 有这个事情 你没有看出来 那就是漏报了 就雷达兵而言 我们讲 我们可以要求雷达兵 他有 他有很好的 视觉 这个是当兵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体检 把它筛查出来的 一定要视的特别的好 第二个我们讲 应该是这个 刘大斌要有责任心 他能够前行前一的工作 这就行 那么这两条行不行呢 这两条是必要的 你如果是一个眼睛视力 很近视的人看 他肯定看着眼 如果他没责任心 他眼睛再好也不行 现在的问题是 有了这两条就够了吗 从这个例子 我们下面可以 推及到讲 警察破案 或者说法官审案当中的 事情可以做一个类比 我们可以简单的想想看 就讲一个讲成制度 如果在这个金队里面 这部队里 讲成制度 其实是也可以作为一个因素 影响到 影响到这个 刘大斌判断的对错了 假如这个讲成制度是这样的 你错报一次 就明明是 不是第一级的信号 你认为是第一级信号来了 错报一次 我关你七天 关你七天禁闭 你漏报一次 我关你三天 那么这样做的结果 同样这个刘大斌 他就会凝漏不错 因为漏关三天 错报错关七天 凝漏不错 如果换了一种惩罚方式 那讲成制度 如果你错报一次 我关你三天 漏报一次 关你七天 那么这个人可能就 硬错不漏 同样的目 观察力 就是眼睛的视力 同样的这个责任心 只是由于讲成制度的不同 讲成方式的不同 就改变了 雷大斌对报告标准的把握 假如你漏报 漏报 惩罚得很重 他就是 他就是 宁错不漏 宁错不漏 如果错报 他惩罚很重 他就 惩罚很重 他就宁漏不错 所以这个反应的标准 是一种人为的一种反应倧向 信号检测理论 就认为 一个人 他能够准确的认识事物 能够辨别事物 除了要他的辨别力好之外 他也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能力 知识水准 还应该考虑到他的反应倧向 把这个例子呢 如果用到法官身上 我们就可以想到 如果这个法官 他是有功德心的 他是有很好的法律知识的 但是 但是就像对黎大斌一样 如果其他的一些因素不一样 他会影响到 对同样一个案件的这种裁定 这里就提到 这个 我们就提到这个检测论 谈到一个问题 如果追踪 追求击中 会增加希望 如果裁判者的辨别力也高 这裁判的效果可能也好 就像 这个信号绝察人提到了一个 一个 一个低的问题 我们用低这个符号 来表示辨别力 辨别力其实就是 你的这个 我们讲雷大斌的势力 我们用的法官来讲呢 就是指他的 法律知识 应用法律武器的能力 那么低如果也大 说明这个人呢 观察力也强 辨别力也强 当然是产生错误性 错误的可能就比较小 因为他能够恰当的利用法律 来识别案件 能够判定案件 那么另外一个的信号检测当中呢 也谈到一个 十年比 β的问题 β其实就是反应倦向 就前面讲的 雷大斌的反应倦向 他到底是 倦向于这个 宁错不落啊 还是倦向于 宁闹不错 因为两种倦向不同 他掌握的反应标准就不同 反应标准不同 对同样的事情的判断 得到结果就不同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裁判当中 到底 哪些因素 可以影响到法官的β 法官的β 这个如果 这个法官呢 同时追求击中 以避免吸爆 也就是说 他要同时都要做到 能够 能够这个 准确的击中目标 也就是准确的 断定这个案件 同时呢 他又想 他不漏掉一个案件 又不 假碰一个案件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寻找一个 内心的标准 这其实是一个 很两难的一个事情 内心的标准呢 会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第一 先定概率的影响 这个是现实当中啊 这后面谈的几点 先定概率啊 这个先前议策啊 讲诚啊 主观偏好啊等等 这都是影响到 这个人的反应穷项 也就影响β的因素 影响β的因素 这第一 现实当中 我们分析一些 已经揭露 已经披露出来的 这种 一案案出案 是很有帮助的 就先定概率 就是我们 我们如果啊 觉得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个地方案件的 发生率很高 那么现在 一个新的案子 出现在你面前了 我们可能就 穷相于 认定这个案子 是一个事实的案子 是这个人做的样子 可能就提高 这个你就有可能 降低你的反应标准 而判断这个案子 是一个真实的 真实的案子 那么跟这个跟 先前的议策 你先前自己心里 在没有审判之前 心里就有一个数 讲诚的影响 这个就刚才讲了 刘大斌假的一样 现在因为 老实讲 有些地方 是规定对一些什么案子 要限期判案 如果破了案 有什么什么奖 如果没判案 就会受到什么神话 比如说扣发奖金 甚至于这个职务的 升迁受到影响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 破案人员 或者是断案人员 求奖心切 求奖心切的结果是 也是降低了反应标准 也就是可能会把 他对一个证据来了 他会偏向于 认定这个证据 就是案件的证据 偏向于认定 嫌疑人有罪 这个蒋成的确是一个 调节反应标准的杠杆 主观偏好 如果这个人 特别在意自己的蒋成 特别在意自己职务的升迁 特别在意自己的名义 那么也会对他的判断 形成一定的影响 也会甚至产生一种错案 当然我们这里还可以讲 这个一些因素 比如说疑论的因素 疑论的因素也会影响到 这个案件的侦查 和案件的审理 尤其是审理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 一个社会事件出现之后 这个现实的 网络的这种群体 反应特别的强烈 往往在这个案子 并没有经过法院审理之前 已经有疑论 给他下了一个结论了 疑论 现在其实现在还有这个事情 你过去好些案件 这个铺天盖地的 媒体的质问 还有这个网民 在网络上的意见的表达 都会给法官形成一种心理压力 我认为表面上看 一个法官不应该受这个影响 但是这种影响往往是无形的 往往是无形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在很多的媒体上 也有些法学家的人 在谈这个事情 这个独立审案 和受到外部的压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外部的一种压力 外部的可能不是直接的压力 他某种有些 或者说有些有权势的人 他一句话 一个暗示 都可能使法官 朝着某一个角度 去思考问题 做出对案情的判断 所以这个信号检测论 这个应用 我觉得是很现实的 我们可以用信号检测论 来反思在现实当中 案件的增破过程当中 对事情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应该警惕这个 在案件处理当中 可能会做得更加的公正一些 今天所讲的内容呢 就是在案件的审判过程当中 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讲到对正能证言的 这种真实性的识别 当然还谈到了 影响正能证言诊销性的因素 同时又谈到一个心理效忠的 信号检测理论 对于现实当中 所谓的一言和错误发生的 可能的关系 在这个后面呢 我们出了几个思考题 请大家可以 对这个问题做一些复习 这句话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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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